学画画一个月了 我听说你连个球体都不会画 那为什么刚开始要画好这个球体呢 因为你顺便学完这个把玩儿也就会画 顺便把苹果和梨 你也就都会学会了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物体 都是球体演变而成的 而且从这个球体的身上 我们几乎能够学习到 关于素描的所有的基础知识 但几何球体是画画中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 简单在哪呢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球体 它一刀线好像完成了 难在哪难在如何把它塑造出这个立体感 绘画圆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物体都会变得简单 来开始 第一的话就是记形 把圆画圆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第一步的形 必须要准在普出线的基础上去接远 第二就是调子 首先你要学会观察球体 哪是亮哪是暗 尤其是亮面到灰面的变化 球体相对于其他物体来说变化比较微妙 再有就是如何表现到画面上 排线的内度方法 还有如何叠加三大面的区分都是需要练习的 还有就是明暗交接线如何去过度 过度夺宽 还是需要我们在球体上去观察 在看到球体的时候 有没有在脑海中形成色尖 才能把它更好的画出来 还有就是边缘线的处理的一个问题 物体的形体的塑造是通过塑造光影去表现的 而不是为了去表现出形体而去看那些边缘线的 边缘线也是有一个变化的关系存在 一个小小的球体是不是可以散发出大大的一个能量呢 所以说一定不要排斥我们集合体里边这个阶段的学习 在我的学员里边就是认真的把这个集合形体课 它完成的后边真的会变得都特别简单 还有那刚开始我要学人物 直接上手人物的 我告诉你啊 当你画上三年五年 你真正理解 你还会回来画集合形体 就这一关是逃不了的 要不从你画面里边的话 真的会看得特别明显 所以这一步必须得认真化 我是姜花花的杨姜 你要是零基础的话 我这一块的话可以有食堂公开的一个入门的课程 有班主任的话带着你一步一步去学习 让你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学会画这一块 还等啥呢 赶紧报名吧 在评论区举手